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讲一个地球小伙儿来到火星,带着一只外星小狗打败千军万马,迎娶火星公主的故事。 严谨小伙儿奈德收到了叔叔卡特的电报,要求紧急见面,奈德匆忙赶到,却被告知叔叔已经去世,但留给他一份巨额的遗产和一本日记。 对于叔叔的记忆,奈德都是来自小时候,至于叔叔这么多年都经历了什么,奈德也十分好奇,他打开日记,也揭开了卡特叔叔曾经的冒险故事。 卡特曾经是一个骑兵上尉,退役后做了一名探险家,一次在躲避印第安人的攻击时逃进了一个山洞,洞里有大量黄金和很多奇怪的图案,还有一名长相奇特的守护者。 卡特开枪击毙了他,但他在临死前念出一段咒语,将手握徽章的卡特传送到了火星。 卡特到达火星后发现,由于重力的不同,他在这里可以跳得特别高,正当他未有了超能力高兴时,却被火星土猪发现,并把他当作宠物抓了回去。 土猪长老要卡特当众表演跳跃,供他们玩乐,卡特硬死不从。 这时,天空中出现几个大型飞船,开始激烈地交战,对战的双方是火星上的高级文明,红国和兰国。 土猪人都慌忙地躲了起来,但卡特眼看兰国的公主从天空坠落,他跳起来救了公主,然后利用自己的跳跃能力,击退了兰国和红国的飞船。 土猪人健壮分他为勇士,并把抓获的兰国公主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他。 公主得知卡特想回到地球,为了报答救命之恩,他告诉卡特,只要到达圣门,他就可以把他传送回地球。 晚上,土猪长老敬中卡特是个勇士,偷偷放走了他们。 随后,卡特领着几个人和一条外星小狗赶到了圣门,但另外一个部落的土猪对他们展开了攻击。 卡特带着外星小狗冲向对方大军,他奋勇杀敌,但是终究寡不敌众,还是被土猪军队所淹没。 这时,一个兰国的飞船在天空中出现,击退了土猪大军。 兰国国王走下飞船,要接公主回去,与红国的国王和亲。 原来,兰国在战争中死了很多人,国家也危在旦夕,公主为了国人无难之下只能回去。 婚礼前夕,卡特前来劝阻公主,公主请求他击败红国,这样他就可以不去和亲。 卡特答应了公主,但卡特却意外地被守护者的头领俘虏。 头领告诉他,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,连兰国的公主被和亲,也是他安排红国国王做的。 目的就是想抓住公主,将他杀死,这样宇宙运转的规则就会永远地掌握在守护者的手里。 他打算将卡特送回地球,却被卡特逃脱。 逃回土猪部落的卡特发现长老已被打倒,这里换了新的领袖,他又被抓了起来。 但他在竞技场击败巨兽,赢得所有土猪的尊敬。 获得荣誉的卡特趁机挑战并杀死了新的领袖,然后动员土猪部落向红国开战。 另一边,公主以为卡特已死,无奈之下只能嫁给红国的国王。 但婚礼当天,卡特突然闯入礼堂,当众揭穿红国的阴谋,致使两国开战。 不过,蓝国不是对手,就在他们要支持不住的时候,土猪大军赶来,他们和蓝国前后夹击红国,把红国打得大败。 当晚,卡特向公主求婚,他打算永远留在火星和公主生活,于是扔掉了星际穿越必须的徽章。 不料却突然遭到守护者的突袭,他被传送回了地球。 卡特回到地球后,利用洞穴的黄金发了大财,此后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遗落的徽章。 地球上的守护者势力也在暗暗监视着卡特。 但一天,卡特突然暴毙,临死之前在日记上写下了这些,并在最后请求侄子奈德赶往陵墓保护自己的尸体。 奈德赶到墓地,用密码打开陵墓,里面却空无一人。 在他的身后,一名守护者正准备对他攻击,这时一声枪响,守护者身后的卡特杀死了他。 原来这么多年,卡特并没有找到徽章,他清楚身边一直有守护者在监视自己,于是他故意让守护者以为他找到了徽章,然后自己假死,并让奈德配合他演完这出好戏。 他知道守护者一定不会善罢甘休,便偷偷躲在暗处,以便杀死守护者夺取徽章。 最后,卡特向侄子道别,他将徽章握在胸前,缓缓念动咒语,回到了爱人的身边。 这个故事来自美国科幻电影《异星战场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。 喜欢我的亲,不要忘记关注我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